男人 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想飛上天和太陽間並肩 是你也等著我去改變 想做个梦从不怕别人看见 在这里我都能实现 大声欢笑让你我肩并肩 和爱书不能玩乐无限 抛开烦恼勇敢的大步向前 我就站在舞台中间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 在日落的海叶 在热闹的大街 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 我相信自由自在 我相信希望 我相信失手就能碰到天 有你在我身边 让生活更新鲜 每一刻都精彩万分 I do believe 想飞翔天和太阳间并肩 是理解等着我去改变 抛开烦恼勇敢的大步向前 我就站在舞台中间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 在日落的海叶 在热闹的大街 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 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 我相信自由自在 我相信希望 我相信失手就能碰到天 有你在我身边 让生活更新鲜 每一刻都精彩万分 I do believe I do believe 只用四个和弦就能完成的这首 杨培安的我相信 这首歌的原曲是由大乐队来文成的 我们现在以其他弹唱的形式 把尖奏还有尾奏以及后面转调的部分做了一些缩减 这首歌的原曲是降异调也比较高 不适合大众的男生的声线 我把它降了三个半音 我把它降成了C调 这样的话比较利于初学者来学习这首歌 同时这首歌唱起来在C调的音高上面也比较容易 看了之前的演示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整首曲子都是在扫弦 由于是扫弦 所以说不像分解和弦 我们左手按和弦要按完整的和弦 比如C和弦这样 是5弦3品4弦2品3弦的空弦 然后2弦的1品和1弦的空弦 这样我们按了三个手指 这个6弦是需要支音的 要不然的话这个音出来会比较浑浊 因为它不是C和弦的根音 如果是分解和弦 比如说我们弹这个朋友们常常听到的这种 5-3-2-3-1-3-2-3 这种由于没有弹到4弦 所以说这个C和弦是可以按两个手指的 但在这首歌里面要按完整的和弦 C和弦这样的 左手 也请朋友们参考和弦图示 然后是AM和弦 这个AM和弦呢 5弦的空弦是A音 也就是这个和弦的根音 同样的这个6弦也不需要发声 用这个大拇指轻轻把它支音贴住 这个呢在之前的讲解视频里面呢 我对这个方面也有些强调 刚刚讲C和弦 这个支音呢 我是习惯用这个无名指 按住5弦三品的同时呢 给6弦支音 就是轻轻贴住这个6弦 5弦要按时 然后轻轻贴住6弦 让它不发声 闷的声音 首先是这样的 朋友们也可以用这个大拇指 来给这个6弦支音 大拇指轻轻贴到这个6弦 也是一样的 这个AM和弦呢 同样用大拇指来支音 给6弦支音 这里面C和弦和AM和弦 6弦不要发声 接下来的是这个大横二弦 这个大横按的F弦 这个 也是初学者朋友呢 按起来比较吃力的这种 这个大横按 看起来是这个 食指按住了6根琴弦 而实际上呢 这6根琴弦 这个食指只需要对 这个 六弦一品和 二弦一品 以及这个 一弦一品 只对这个六弦 二弦和一弦负责 其他的琴弦呢 即使你按的不实 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 比如这个 五弦四弦和三弦 有另外的手指 如果出现这种声音呢 按的不实呢 尽量调整一下这个 食指的纵向的这个位置 因为它按的只是六弦和二弦 以及一弦 这样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 继合弦 这个继合弦呢只要按住六弦的三品 和这个一弦的三品就可以了 完整的继合弦呢实际上还有按住这个五弦的二品这样 但通常呢这个音 由于这个五弦二品的音和六弦三品这个音 从这个G到B这个音 它们的音程呢距离比较近 只有大三度 听起来呢声音效果上有些浑浊 所以说我选择不按这个五弦的这个B音 然后用按住六弦三品的这个无名指呢 轻轻贴住五弦给五弦制音 这个呢是继合弦的三音 当然这个G呢就是这个继合弦的根音 这个继合弦的三音 用这个无名指把它制音以后 这个和弦是不是不完整了呢 当然不是的 因为这个三音在二弦的空弦 这个弦也是B音 只不过它比这个是高了一个八度的 我选择保留这个音 这样听起来呢这个G和弦就比较纯 前面还要讲一下这个G和弦的一个变化和弦 就是这个G的挂四和弦 在这个刚刚讲的G和弦基础上呢 加了一个二弦的一品 把这个B音呢变成了C音 就是把这个G和弦的三音变成四音 这种挂四和弦呢 从理论上讲就是用四音替换三音 这个四音呢也是针对根音而言的 三音也是针对根音而言的 就是说根音 这个二弦的空弦是三度音 这个就是四度音 这个G的变化和弦呢 在这首歌里面 我选择了在这个G和弦的前面 然后再把这个十指松开 是这样的 这个G的挂四和弦呢 这是G和弦的一种变化形式 它们的属性是一样的 只是有声音上微妙的区别 如果把它也算作一个和弦的话 这首歌实际上用了五个和弦 这首歌的扫弦呢 我只用了一种方式 这样呢便于初学者 用很短的时间可以掌握一首歌的伴奏 这个是四四拍子的歌 我慢一点 我数着拍子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不管和弦怎么换呢 这个右手的音型就是这样的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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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 慢一点 一二三四 这里面呢朋友们可能听到 这个有切音 切音是在第二拍子和第四拍子 这个切音 用手指扫弦呢我习惯用这个十指 朋友们也可以用其他手指 或者你用拨片都没关系 这样的话呢就是十指 刚刚扫过这个弦以后 用这个位置 马上给这个弦制音 这样 也很快的速度 这样的切音形式呢可以有一种更明显的节奏感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如果不切音就是这样的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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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各的特点 再慢一点 一 这个第一拍子呢是往下的扫弦 一 第二拍子也是往下的扫弦 但是切音 二 第二拍子前半拍 第二拍子后半拍往回扫 这样可以轻一点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就是这样的 之所以我讲这首歌容易学呢 是因为这首歌从前奏尖奏到尾奏以及演唱的部分 都是用了这四个和弦 或者说加上这个G的变化和弦 就是这五个和弦 俗称呢1645 这C和弦呢 如果是C调的话呢 它就是一级和弦 AM和弦 C调里面它是六级和弦 六级的小三和弦 然后F 四级 五 这个就是G和弦就是五级 如果这样的话呢 G刮四 也叫五级刮四 然后这个手指松开呢 就是五级的大三和弦 初学的朋友呢 如果学会了右手的这种扫弦的方式 以及这1645的这个四和弦 在很多歌曲里面呢 以后也会应用到 学习这首歌的伴奏呢 需要注意的就是这首歌 和弦左手的变化速度要快 因为它不是分级和弦 可以先弹出来的琴弦呢 左手提前先把它按到 因为这个扫弦 所以说左手要同时 就是 这可以平时多练习一下 右手的扫弦呢 偶尔你可以不切音 这种不切音呢 作为一种变化 比如说那某个乐段开始的时候呢 是切音的这样 后面这下可以不切 然后你可以增大一下这个扫弦的力度 来推一下这个歌曲的气氛 由于本节课程所用到的歌呢 比较简单 主歌和副歌用的和弦呢 也都是一样的规律 具体呢 请朋友们看谱来练习 需要注意的就是 左手的这个和弦切换速度 渐渐的从慢到快 可以慢一点些 慢慢的再加快 也祝朋友们学琴愉快 本节呢就讲到这里 朋友们再见 谢谢大家